皇兄也曾参军戍边 以为如何呀 既然存粮不够 陛下心系万民 忠君理当为陛下分忧 臣负义 陛下皇恩浩荡 恩泽远波 减少军中兵响 也是为天下百姓着想 臣认为将士们 个个都能体会到 陛下的良苦用心 自然也都会谅解 你 陛下 朕就不明白了 君小年年都是这个术 今年怎么就突然吃不够了 难道是边疆的日子 过得太滋润 一个个都长胖了 陛下 请龙臣呈上一物 好叫陛下看看 你的将士每天吃的是何物 这便是后部发来的军饷 其中一大半金石砂石 这可怎么吃得饱 这是何处弄来的糙米 就敢颠倒黑白欺瞒圣上 陛下明察秋毫 怎会信你 自己拆了砂石来哄骗陛下 该是你欺君之帅 是谁拆了砂石 你们应该心如明镜 我们常年书别守卫 有先过负的可是你们 修了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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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还等着朕动手呢 我怎么还等着朕动手呢 他笑得太大声了